持續為您掌握到天王星大樓的拆除的最新狀況 可以看到在稍早12點50分 是發生了瑞士規模5.4的地震 當時在花蓮天王星大樓的拆除現場 其實是感受到非常非常明顯的晃動 就連工人站在比較高的積極上頭 都可以感受到晃來晃去非常非常的明顯 而這起地震在花蓮造成的急速是有刺激的 當時這個地震也對天王星大樓造成了影響 原先這個傾斜的位移公分數是來到了6.5公分 因為這起地震是多往前增加了1公分 往左邊是多增加了0.5公分 而這公分數會造成哪些影響呢 先前土木技師公會是表示了 如果公分數來到了8公分的話 這整個天王星大樓就有可能會應聲倒塌 因此現在公分數距離實際倒塌 剩下最後不到1公分了 因此所有人是加緊腳步非常加快腳步 希望能夠盡快的來進屬拆除的作業 來聽一段稍早這個工地的主任的最新訪問 剛剛那個餘震大概向前傾斜1公分 向那個左側傾斜大概0.5公分 不是很穩定的 所以我們那個行鋼要支撐就是為了防止餘震造成的影響以外 還有就是將下午的時候我們拆那個排樓跟水塔的時候可能會有點晃動 讓它穩定一點這樣子 好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現場正在進行的作業是在9樓 9樓的部分先把這個玻璃的帷幕來拆除 接下來會將這個H型的梁柱插到裡面 而這個主要的功能就是希望讓這個天王星大樓跟H型的梁柱呈現一個三角穩固的一個狀態 以防止在拆除的過程當中整個應聲倒塌 另外一個部分是我們稍早為您提到的 在天王星大樓跟立翔酒店的中間 原本是一個二樓的帷幕的一個陰架 現在呢是加高到了六層樓高 另外呢稍後也會在上面來加一個陰架的防塵布 這個防塵布呢就是主要的功能 就是為了防止大塊的土石來掉落影響到了立翔酒店 最後一個部分在現場也在進行大綱崖的組裝 這個大綱崖主要就是要進行相關的拆除工作 會將牌樓以及水塔等等來進行拆除 因此原先在一點鐘要進行的拆除工作 目前暫定是延後到了三點鐘